为了促进农业转型与发展 农民经常会组织产销班 而高雄市农业局为了让高雄桃园区农民 了解产销班设立条件 在宝山二集团办理产销班设立说明会 农民也表示像是桃园的咖啡山茶 希望透过产销班的设置来增加农产竞争力 目前我们有宝山部落 有一个产销班就是山茶班 我希望说成立第二个山茶班 我希望说培育出来的班员最好 都能协会自嘲 将我们的产的品质提升 有关产销班的成立 因为我们对这个产销班成立的 一个知识上还不够 所以说想要了解一下产销班 它要怎么成立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不过农民经营产销班经常会发生 产销班创建后期因理念不同或无形经营 因此陷入运作停滞 农民退出产销班必须由班会决议 却又无法召集班员开会的窘境 对此高雄市农业局表示 除了会进行辅导 如连续两年评鉴不及格 产销班就会强制注销 产销班不运作的时候 我们会请辅导单位 在积极的请他们班去召开 召开那个班会 针对相关的议题去做讨论 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话 在我们的产销班的辅导办法里面 有规定连续两次不合格 那我们就会注销这个班 产销班设立需要10人 耕种面积达10公顷 就能让有相同产业理念的农友 透过共同生产运销提升销售量 但同一产业只能参加一个农业产销班 因此要慎选合作伙伴 让生产效益最大化 原子西晚辈子高雄桃园采访报导